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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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郑海露的任职轨迹事实上一直没有离开过上尉 而且也从未离开过警戒 任海峰县公安局副局长时 据报道 郑海露曾主管行政 有意思的是 上尉市的就称是海露峰 郑海露的名字也有海露二字 基督先锋根据上尉市公安局网站消息 可以看出 郑海露在2013年10月就已出任 陆峰市副市长 公安局长一职 上来你已提及 陆峰市是广东省一个县级市 除了是全国涉毒犯罪重点整治地区 同时也是广东射枪犯罪较为严峻的地区 枪毒河流的现象 在这里也比较突出 治安形势的严峻程度不难想象 正知道微信ID Apolitics注意到 今天 不少媒体都有曾指挥基督行动 来描述郑海露任职的大致轮廓 这还要从2013年说起 当年8月 广东省进毒部门 开展了雷霆扫毒专项行动 此后 陆峰市的那次扫毒行动 则被称为雷霆扫毒的标志性战役 这场战役发生在2013年12月29日 当时警方出动3000全副武装警力 青角涉毒严重的第一大村陆峰市博社村 一举摧毁 以陆峰级大毒箱 雷首的18个特大纸贩毒犯罪团伙 这一消息在当年也被广泛报道 有媒体形容这场行动 是真实版的电影独战 这场独战进行时 郑海露正职担任陆峰市公安局局长一职 博社村政治局注意等 山伟市公安局官网上 有关郑海露的消息 多余缉毒 禁毒有关 2014年6月26日 山伟 陆峰联合召开620流国际 禁毒日公开宣判大会 制造 贩卖 运输毒品和非法持有枪支的 计谋等37名罪犯被审判 其中一审判处死刑18人 郑海露也参加了此次宣判大会 2014年8月13日 山伟市公安机关在陆峰市甲西镇某村 捣毁一个特大制度窝点 官方公开消息显示 郑海露曾前往一线指挥 2016年5月20日 陆峰市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35次会议 会议同意接受郑海露同志 辞学市政府赴市长职务 此后 郑海露开启了在山伟市公安系统的任职生涯 郑之君注意到 郑海露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在一个月前 7月4日下午 山伟市政府组织召开 迎接国务院2017年度 消防工作考测推荐会 当时的会议 由是公安局副局长郑海露主持 实际被改编成电视剧 一开机制的议题的是 郑海露当年和同事并肩作战的那场扫毒行动 在今年早些时候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名字叫做破冰行动 目前已经开机 这部电视剧以上数路风扫毒的事件未人行 但聚焦的群体是基督警察 他们往往被称为是刀尖上的舞者 还被形象的称为马赛克人生 这一群体执行任务 只要面临着极大的生命危险 据悉 当时那场路风扫毒行动出 动了三千多警力 并缴获冰毒进三段 抓捕制毒 贩毒人员182名 多数一句 据此前报道披露 破冰行动将呈现出这次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件的战破全过程 而制作团队将启用战狼二员班人马 两位前任也落马了正知道 微信IDApolitics注意到 在郑海禄被宣布接受审查和调查后 有媒体指出 在郑海禄之前担任陆峰市公安局局长的陈宇坑 陈俊宏已先后落马 陈宇坑是在2014年3月落马的 落马前 他的职务是创委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局长 公开履历显示 陈宇2009年9月至2011年9月接任陆峰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 值得注意的是 2015年他被公诉机关庭审指控 其受会事实共有其大项 而其中第三项就涉及到在2011年8月打掉的陆峰82毒贫案 同年11月 陈宇坑被一审镇定其受会300多万元 判刑八年 审理最终查明 陈宇坑的受会犯罪事实 中三宗事实 被充当刑事案件的保护伞 此外 在陈宇坑落马后 他还供出了曾经的上级 上位是公安局原局长 马伟林涉嫌贪腐的事实 郑海陆的另一位前任 陈俊鹏 是2011年 接替陈宇坑 担任陆峰市公安局局长职务 于2011年9月至2013年7月期间 任陆峰市委常委 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当委书记 据官方信息显示 陈俊鹏落马的时间 被2014年4月 避陈宇坑少晚些 值得一提的是 陈俊鹏为刑事案件充当过保护伞 检方曾指控 其涉及到通过办案方式 受会的事实共有五项 其中也有案件射枪 射毒 据披露 2012年下半年 张某权之子张某 因射纪录峰市盛世皇朝射枪案 被追逃 张某权后在陈俊衡的宿舍 内送给他五万元 案件后来不了了之 2012年终究结前 云雄大渡萧林凯勇的父亲 因为涉嫌 窝藏毒字案 2011年的82案件被抓 其女儿二百多万个存款被冻结 吴俊桥立案处理 请托陈俊鹏帮忙解冻 并送给他港币五万元 大家都知道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旅今年一月展开 而深挖保护伞 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驻公安部纪检监察 族族长邓卫平 不久前撰文指出 驻公安部纪检监察 族从讲政治的个度 充分认识 扫黑除恶山蛙保护伞 重大意义 要把纯洁公安队伍 等政治要求落实的 放黑除恶工作中去 资料新华社 善委是公安局官网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广州市报 阳城来报 南方都市报 南方新闻 广州山发布微博 南方法治报 北清网校对象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